- 學滑雪本來是我兩年前立志要學好的一件事 殊不知疫情來襲之後就一直停滯 究竟我會不會學好滑雪這件事呢? 最後一天我再來回答大家我會不會有下一次 - 不可能吧? 好巧喔 好巧喔 - 我們終於會合了 - 欸你們怎麼在這裡? 欸你們怎麼在這裡? - 啊你們今天在幹嘛? - 逛金瓶啊 - 大家都拿出來啊? - 沒有啊 怎麼會這樣? - 我們就小資族啊 - 小資族? 對啊 - 啊另外兩個咧? 另外兩個還在學平 - 啊你們準備好明天後天大後天的行程了嗎? - 我們一直在做心理建設啊 - 我好像不行了 我逛這腿有點累 我們這三天就來看一下有誰會開始慢慢的離開這些影片 - 妳都一個個被推走嗎? - 還是滾到血堆 - 怎麼可能啊? 好可怕喔 我們這次走在路上呢 - 因為肚子還分不清楚要看左邊看右邊 - 有一次過彎的時候他踩著罐子 - 然後我說欸你小心這樣不能滑雪 - 他就這樣喔 我再看有沒有罐子 - 我這個踩到差點扭到 - 差一點就不能去滑雪了 好可惜喔 - 第二次呢他也是分不清楚 - 然後我就擋他 他說欸 - 我說你差一點又不能滑雪 - 他說好可惜喔 - 我就跟你講這一趟要滑雪 - 你如果不想滑那你為什麼要跟呢? - 我們一直在建設啊 - 我們在裡面一樓欸 - 你一出現你就是引起大家的爭議欸 - 不是 但重點是你怎麼會沒找到我們 - 我們在裡面啊 - 我們是不是繞了一圈? - 不是嘛 你們搞不清楚狀況 - 欸 所有人在這裡等你 - 然後等你們兩個逛街什麼意思? - 跟一旋路師出門好累喔 - 全部人分開走 - 然後大家解散 - 解散嘛 我們就解散啊 - 我們就解散不合嘛 - 反正你們就不合輸了 - 沒有發現一件事嗎? - 我覺得我們真的很猛 - 我們帶著你的家人 - 就是故障本人玩了一整天的公斤了 - 對 而且是沒有我的狀況下喔 - 請問我們是什麼關係? - 我們去護盾事務所過嗎? - 我們沒有關係 - 我們真的沒有關係 - 你已經拋家氣質了 - 你不要再講這種話 - 我就不明白我為什麼要帶我朋友的故障 - 大家要來互相傷害 - 你覺得跟我朋友相處怎麼樣? - 非常好 - 是不是其實跟我差不多? - 應該是更好吧 - 我不明白跟他相處有什麼 - 他很會帶路 - 我都很輕鬆跟著他走就好 - 他會裝作沒事的走錯路 - 然後我們自己說 - 欸 我們是不是繞路了 - 他說 嗯 對 - 今天不小心繞了一段路 - 我想說他們應該沒發現吧 - 我明明就有問他說 - 我們是不是有繞路 - 他說 還好沒有啊 - 然後就走了一段說 - 我們現在有欸 - 我們沒有把計畫跟你說對不對 - 就是如果我們發現 - 對於滑雪這件事情實在是沒興趣的話 - 我們就提早回東京 - 有興趣的繼續玩繼續玩沒關係 - 你對於滑雪的研究有做得很充足是不是? - 沒有啊 這就是我想要學好的一件事啊 - 你都沒有做過 - 你怎麼知道你就想要做這件事情? - 我就是要做過才知道我想不想做這件事 - 不然我就買版了啊 - 所以這是兩件事啊 - 就是你說這就是我想要學好的一件事 - 看這件事我想要學學看的事 - 你是不是想要跟我吵架啊 - 哈哈哈哈 - 你這種當法人之後真的很倩嗆耶 - 真的碎碎唸耶 - 怎麼辦啦 - 如果你們真的要買滑雪的配備的話 - 就可以來浴茶水這邊走一走 - 這邊整條街都有好幾間滑雪的配備讓你逛 - 你可以貨比三家 - 到底有沒有認真在挑啊 - 它一直挑自己覺得好看的、想要的 - 只看這顆球 - 它給我塞進安全帽裡面 - 不是啊 我們總是會在平常走動吧 - 總都需要毛帽啊 - 去買啊 去接到 - 欸 肚子他們很苛刻耶 - 要是你的問題 - 哈哈哈哈 - 啊你在幹嘛 - 我在查滑雪的護具 - 到底滑雪場有沒有在賣 - 因為我覺得你們大家的資訊都好亂 - 不如直接上官網查 - 你好像跑一跑可以起飛 - 我買這個 - 然後我在塞進安全帽裡面 - 看你跟球媒有什麼兩樣 - 我們是挑好看的沒辦法 - 我覺得你可以對比出就是 - 真的有興趣滑雪 - 和網美滑雪的差異 - 這個從一開始就說 - 一開始我就知道我對滑雪沒有興趣 - 我知道我自己的興趣取向 - 你幹嘛要來啊 - 我要體驗嗎? 因為他已經很久沒出門了 - 他跟我們沒有共通話題 - 他會買一次 - 我覺得你要體驗過 - 你才能很篤定的跟他說 - 我不喜歡這個運動 - 就像我錄過的時候 - 我真的很討厭錄運動 - 最重要的就是要來買這些防摔的東西啊 - 安全最重要 - 滑雪真的很危險 - 最值得投資的就是護具 - 再來就是帥的部分 - 肯肯很認真的說滑雪真的很危險 - 那我先回去了 - 我家有勞小 - 我慢慢放 - 我好像一個很會打拳擊的人 - 他剛剛代反他不知道要付哪裡 - 我有在台灣的all ride去想說要買看看 - 可是都不合 - 那價錢差不多嗎? - 這裡比較便宜 -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想要買護具的話 - 可以來日本 - 不要在台灣先買太多 - 而且你行李也不用拖那麼重 - 沒錯 - 他剛剛自己笑我帶錯了 - 你看看他帶這個什麼鳥樣 - 怎麼了嗎? - 你這什麼東西啊?你在戶什麼啊? - 我的戶的重點就是這邊 - 我有擺對重點 - 我只是沒有擺對這邊的重點 - 他剛剛在笑我說我帶反 - 他自己更荒唐 - 你們都一樣啦 - 滑雪真的是一個很貴的運動 - 你們公司的同編喔 - 欸你這時候幹嘛有同編 - 我好保障 - 我好累喔 - 我已經不喜歡那個運動 already - 你們要不要買這個就好了 - 然後直接衝出山坡然後飛出去 - 很掃興 - 恭喜大家買完佩佩了 - 剛剛一點都沒有開心的感覺 - 我怎麼白花這個錢 - 所以我就玩這麼一次啊 - 其實真的蠻便宜的 - 我買了一個護碗飯 - 可是財富自由才覺得什麼都很便宜的吧 - 我才花3000多塊台幣 - 你知道我在台灣逛 - 一雙手套就要3000塊 - 我買了防摔褲、護碗、薄圍、襪子 - 這四樣總共才台幣3000多出頭 - 可以吧 - 這跟財富自由沒有關係吧 - 大家有看到我在握哪裡嗎 - 因為外面 - 可能還有一點COVID - 所以我不想要握 - 我很想看他斷掉會怎樣 - 夾娃娃夾娃 - 夾娃娃 - 很快 - 噢溜 - 喔 - 喔 - 啊 - 但這也是我的 - 你現在是不是覺得你很帥 - 我覺得我好像很強耶 - 幹死了後面那三個人說 - 這個娃娃機好像真的很好夾 - 現在全部躍躍一拾 - 所有人自信爆破 - 北白 讓我們為期三天的花穴 那我講到這個大家就安靜了 我沒有人要接話 昨天我們逛的很酸的時候 然後Ken就說 喔我有帶傳統貼布 然後我說那我可以心想說 沒有 我有配幾的 配素的 加油好嗎 大家晚安 大家早安 我們這兩天住的是這一間 叫做Pole House 你是Pole本人嗎? 你們房間很讚 你們做YouTube了嗎? 對啊 訂閱一下 謝謝 Yeah 強大一個訂閱 Yeah Pole是台灣人嗎對不對? 對 我是台灣人 因為我們現在一大堆行李 但我們還會在東京待一下下 才去帳王 所以Pole就讓我們把行李放在他的辦公室 我覺得 你剛剛設了一個陷阱給Pole跳 你先讓他知道你是台灣YouTuber 我沒有 他說我們的拉克要放哪裡 他說那你放我辦公室吧 我不是故意的 你這條路鋪得很好 給Pole一個掌聲 現在我們就沒有行李了 無行李一身輕啊 台灣YouTuber的必應 他明明就說每個人都可以放 你們在那邊 我們現在要離開東京去東北地區 JR有出一個給外國人的鐵路周遊券 它就是新幹線可以搭到寶 然後還有一些JR的市區的什麼三手線啊等等的 那我們現在買的就是一個 五天的Pass JR搭到寶 如果我們今天一時間突然不想滑雪 我們就買通到北海道的那一區 我們會今天買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從今天開始算五天剛好是回到機場的那一天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搭到機場 對 它有包含到機場的票 陈天雨天 那到處都可以買嗎 你要上它的那個官網看 通常大部分人會在機場的櫃台買 或者是在東京站買 我剛剛查上野也可以買 所以我們才可以來這邊 我們是在上野車站買票 但上野車站好大一站 從說以台北來想像 上野比較像是板橋 東京比較像是台北車站的概念 在買票的同時 先在旁邊的超市逛一下 還蠻好逛的耶 上野車站的超市很大 日本人真的討厭得要命耶 麵包超人的便當盒 而且裡面的飯還是麵包超人 但是吃完我要怎麼洗那個盒 洗碗筋很難嗎? 你家沒有洗碗筋嗎? 新幹線的便當嗎? 太可愛了吧 這應該不是我被掏上日本濾鏡吧 他們的便當真的看起來都超好吃的 但是日本人超愛吃冷便當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是不加熱的 氣死人了 這個蛋是鳥蛋耶 它是按那種小分量 就是給小孩子吃 終於拿到我們的票了 我們排了應該超過半個小時才拿到 這樣子來回一張是兩萬塊日幣 日本的交通蠻驚人的齁 那個交通的花費上是要注意的 因為我們家肚子痛呢 他需要買一些禮物給他媽 所以我們回到了銀座 常逢就說有一間非常好吃的咖哩飯 叫做煉娃亭 然後遠遠的他就說 不會是排隊的那一家吧 對 排超多人耶 什麼意思啊 因為肚子去排精品了 然後我們來排這個 那他們到了我們要讓他們進來嗎 不要 因為是我們排的 對啊 我們沒有人要買精品 不然他可以買給我 我可以讓他進來喔 對啊 結果我們直接放棄剛剛那一家 我不去學餐 我沒有辦法滑雪 我心裡會影響生理 我就是滑不下去了 那晚上帶你去吃河牛呢 好像可以 然後我們就走到距離剛剛那一家 走路大概50公尺的Grill Swiss 這間也是昭和22年 裡面做的很西洋派耶 很像在吃西洋餐廳 這個咖哩看起來很強耶 它比較偏鹹 但是它對我們台灣的味道是對的 我們這一群就是市貨族 它那一群是Shopping族 我剛剛說我跟你們去吃 你們還說 你怎麼會來我們這邊 竹花你怎麼會來 你怎麼離沖涼 那我燒煮燒啊 它這家的咖哩是偏鹹的 我個人是喜歡偏甜的口味 所以我還好 但是它還是好吃的 可是呢 它的價格不便宜喔 我剛剛那一碗就要台幣500多塊錢 不要加蛋 一個蛋要100多塊 台幣喔 結論就是不要加蛋 去外面蛋 吃完走出來 練滑亭 我們都不知道排到了沒 下午4點 我們終於要大車離開東京 前往三行線的 日本新幹線車頭真的超帥的 它前面的車頭 會有在打開 然後它可以跟歪台 這樣對接起來 接起來再排走 它這邊兩台都會接起來 剛才那都是我支持教我的 它現在今年4歲 我也好希望珍珠可以教我一點事情 我覺得它的新幹線的那個設計 行李的那個尺寸 就是小行李 剛剛那個橋行李 敲得有點滿身盤 分散在就是前面 然後後面 上面 我必須跟大家說 從從在旅行中 我們現在是一個非常可靠的隊友 它的危機出名能力 考幾個贈 幾個 幾個 我要數 怎麼樣你們在幹嘛 在 架設環境 我們在橋行李 你們在架設環境 人都過去也是急 我是在這邊守護著大家的東西 沒有 我們已經準備好要一起站好 我們到三行要多久 兩個半到三個小時 我覺得日本最大的好作就是 時程上的安排都非常的精準 因為他們的列車不延誤 幾乎不太延誤 它就是說幾點到 就是那個分數會到 身為一個旅行的探險家 隨身攜帶三雙筷子 也是很合理的事吧 這才是真正的危機出的探險 我就覺得我們一定會用到 誰會隨身攜帶筷子 就我本人啊 有看到外面都是雪人嗎 這個 好冰 到了到了到了 抵達船舟中的三行車站了 可是我覺得現在耳朵已經很冷了 一出來就開始覺得冷了 各位觀眾讓我們來歡迎凱希 哈囉 這樣看得出來我是誰嗎 這次我們在三行車站呢 我們要來找的就是凱希 她是一個日本的滑雪教練 雖然她身兼多職啦 但是她此刻呢 就是一個滑雪教練 每一集的角色都不太一樣 這幾天我們這幾個 庸父啊 庸人啊 就麻煩你了 如果你能把我們教會的話 那我相信 Gary Gary 你有沒有信心 有當然有信心啊 在出發滑雪場的飯店之前 我們先在三行車站吃個晚餐 他們這幾天一直希望在逛街的時候可以扭到腳 打野沒有人這樣子詛咒自己的 你應該想說我應該要踏上雪板 然後聖見面超會滑散的 沒有他們超級厭世的 大家多點一點吃飽一點 這將會是你們這三天最快樂的一餐了 你是我在也覺得不起快餐 就先進駐我們這一趟滑雪 大家都可以平安下山啦 哇 哇 我的天啊 天啊 會不會太過分了 晚上十點我們終於抵達這四天要住宿的飯店了 我們現在身旁全部全部都是超級鬆軟 超級厚的雪 真的會很冷的時候應該是雪開始在融化的時候 對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體感還好 我覺得很還好 就是淡水寒流來的時候 哇 那淡水很冷 為什麼是我 欸你被霸凌了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 啊 幹嘛 他等一下融化會很濕 讓你們 不要再這麼鬧了 好了 甩一甩 去睡覺 晚安 看一下一下我們這四天住宿的飯店 哇 我覺得還不錯耶 很大耶 榻榻米 然後三個人的單人床鋪 這邊有一個桌子讓你吃東西休息 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空間讓你 打打麻將 這邊裡面很像會有小叮噹耶 我有一個部分就是非常的日式 小小的一個小浴缸 然後廁所 這間不錯 光這個大小就給推 那你現在興奮嗎 我非常興奮 看到那個雪漿輸了 我明天晚上只在問你 對對對 哈囉大文 好美文